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17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两个主题,第1个 菲律宾回怼中国外交部,第2个让我们一起聊聊移民吧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 1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1个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月17号发表声明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关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言论 低级下流,侮辱了马克思和 菲律宾国民,也贬低了他自己,中国外交部和中共执政党 特奥多罗说,菲律宾人享有民主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和菲律宾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天夸夸其谈 替中共和中国政府做宣传 传播假消息 毛宁说这句话,做到这个地步,如此没有格调 我们一点都不奇怪 马克思在1月15号 在推特上发帖说 我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赖清德当选为台湾下一届总统 毛宁1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告非方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毛宁还说,建议马克思多读读书 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攻击其他国家的元首 不仅违背了作为外交官的行为准则,而且没有骑马的教养和礼貌 愚蠢的不可想象 这就是战狼外交的写照 也是中共专有的形象 当然中国外交部这么干的不仅仅是毛宁,还有汪文斌 汪文斌 去年的4月19号 韩国总统尹熙悦接受路透社的专访 谈到台湾问题,尹熙悦说 台海局势紧张是因为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韩国坚决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0号回应说 台湾问题属于内政 中国的内政 解决台湾问题是由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不容他人智慧 汪文斌直接就攻击这个 韩国的元首 韩国立刻强硬的回应 韩国外交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 尹熙悦总统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原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台湾问题不容自会 这种说法在外交上严重失礼 令人怀疑中国的国格,这话说得非常的重 那么中国外交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其他国家元首 这在外交界相当罕见 那么战狼外交是习近平的标签也是他 向外展示的真面目 现在这件事情都成了笑话 这是第1第2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7号宣布 将野门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对胡塞武装实施严厉的制裁 切断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船只的资金和武器 不过布林肯也说,如果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和亚丁湾的袭击 美国会立刻重新评估这个决定 这非常小心翼翼的 对待着胡塞武装,深怕得罪了他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1月17号说,美国把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 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你觉得会出于什么目的呢 难道出于经济目的吗 但不会影响胡塞武装的行动 那么随后胡塞武装向亚丁湾的美国货轮发射了导弹 这个回忆的非常有利,另外 以色列军队表示,巴勒斯坦激进分子 阿布夏拉尔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实施恐怖攻击 以色列空军1月17号在约旦河西岸 炸死了 阿布夏拉尔 阿布夏拉尔过去一年已经策划了 好几起恐怖袭击 第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月17号宣布 正式启动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程序 那么去年12月欧盟同意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进行谈判 当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是乌克兰的重大政治胜利 不过加入欧盟的谈判可能要持续10年以上 07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欧盟谈了10年 罗马尼亚谈了12年 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在此之前预期,如果谈判顺利 乌克兰渴望在2030年加入欧盟,也就是说最快也要六七年时间 第4 路透社报道,印度的陆军1月17号举行颁奖典礼 向那些在边境抵抗中国军队的士兵授勋 在他的 加奖令上显示印度军队和中国军队 在2022年在边境发生过两次冲突 那么第1次冲突发生在2022年的1月 有几名解放军的士兵袭击了 印度拉达克东部的哨所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一名印度士兵打伤了四名解放军士兵,并且抢走了他们的 步枪 那么解放军士兵就撤退 那么第2次冲突发生在11月 有40到50名解放军士兵企图夺 夺取这个印度的哨所 被另外一对印度的军队击退,印度军队和中国军队 6月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 20名印度士兵和4名解放军士兵丧生 那么冲突发生之后,中印一直在进行军事和外交的讨论 那么双方到现在没有达成解决方案 第5 美联储1月17号发表赫皮书,赫皮书指出 美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活动在过去几个星期没有变化 但消费者在假期增加了支出 其中三个地区的消费高于预期 那么12个地区的制造业活动下降,但就业水平没有变化 那么部分地区就业水平温和增长,两个地区劳动力市场吃紧 大部分地区的企业预计未来经济会增长 明年工资压力会有所放缓 缓解 工资增长将会进一步的放缓 赫皮书通常在美联储议席会议前两个星期发表 那么调查12家地区的美联储银行 所在的经济活动 他被视为美联储官员的参考资料 那么利率期货工具显示 97%的胶原预计,1月底美联储不会降息 55%的预计3月会降息25个基点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上半年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经济还是非常的壮旺 你看一下假期 周末你去看一下那个 商场 非常多人 人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上半年美联储 美联储减息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美国商务部1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12月美国零售 零售环比上升0.6% 高于市场预期的0.4% 连续两个月上升 扣除汽车汽油 建材和食品服务的零售 环比上升0.8%超出预期的0.2% 那么创去年7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目前美国经济仍然相当的强劲 消费者有钱花 那么经济也没有衰退的迹象 我还是觉得 6月前美联储未必会降息啊第6 所以人民币要小心啊 第6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调查人员发现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任利利 在2019年的12月28号 把武汉肺炎病毒的基因序列上传到 美国政府管理的数据库 比中国向世卫分享 病毒序列早了两个星期 人民币上传病毒基因 序列时说这种病毒会引起 原因不明的肺炎 武汉2019年12月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 12月12号 武汉市幽府医院接诊了患者 有不明原因的肺炎 他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 那么12月26号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医生张继先接诊了不明原因的肺炎 并且上报了疾控中心 12月30号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 李文亮在微信群里说 华南海鲜市场发现了七起SARS 之后他被公安训诫 那么2020年的1月1号武汉封闭了华南海鲜市场 那么中国在2020年的1月11号才向世界卫生组织 提供了这个 提供了病毒基因序列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美国国会的调查无法解决 病毒究竟是受感染的动物传染 还是由实验室泄漏 泄漏引发 世界没有搞清楚疫情流行的起源 不过 人历历的事情引发了新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疫情流行的初期 到底知道多少情况 专家说 如果中国早两个星期通报病毒 那将会协助国际医学界确定武汉肺炎的传播方式 制定防治手段着手研制疫苗 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 第七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外事委员会1月17号举办听证会 那么主题是检视美国资金如何流入中国 如何流入中国的军力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在听证会上说 美国的专业技巧和资本是培育中国军力的种子和肥料 中共对所有实验实体都有强大的 权威和影响力 企业的独立是一种幻觉 那么区分投资项目是商业还是军事的已经没有意义 博明建议国会立法对某些行业的投资进行限制 而不是对具体实体进行制裁 因为这样做会让美国投资者更加清晰更加明确 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卡尔赞同博明的建议 麦卡尔表示 美国正在和中共进行一场世代的竞争 技术是这场竞争的核心 第八 德国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1月17号 发布年度中国局势问卷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欧盟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会持续的恶化 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 麦卡托中心向650位 长期观察中国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 46%的人认为 今年欧中关系政治关系会下滑 20%的人认为会改善 33%的人会认为持平 38%的人认为欧中经济关系会下滑 30%的人认为改善,32%的人认为维持 那么基本上 都是认为 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是会下滑的,占主要的 在欧盟国家当中意大利和中国关系恶化的最严重 法国与中国的关系改善的最好 那么今年欧中关系的主要挑战 第一就是欧盟委员会 和欧洲议会的政策 第二是中国对欧盟的经济胁迫 那么决定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 排第1位的是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 第2位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和金融危机和地产的危机 这都是调查 他们的看法 第9 大院新闻报道说,贵州省 碧杰市 碧杰农村消费合作社 合作社 1月16号 被他的储户砸毁 合作社的大厅被砸得一片狼藉 座位被宣翻 那么放在大厅里的盆栽都被打得粉碎 避界农村消费合作社 是从去年10月开始就不能取钱 当地的储户的存款 少的几千多的几十万都取不出来 储户不断的去消费合作社讨说法 合作社却把储户的存款说成是入股金 说民众有股息还会定期分红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 中国的村镇银行爆雷已经不是新鲜事 那么 前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之后 储户到现在还拿不到 拿不到那个存款 那么1月13号河南村镇银行100多名储户 去河南许昌法院 进行维权集会 当地警察以 反恐练习为名在车站拦截储户 把他们带到酒店拘禁 有很多人受伤事后有储户被遣返原地 中共对付这些老百姓最拿手 第10 加拿大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官员1月17号表示 加拿大政府计划减少某些省份的国际学生的数量 其中安大略省BC省 还有就是辛斯科省 辛斯科省 都是最有可能减少的省份 那么减少这些省份留学生的原因是 这些省份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 超出了当地住房能够容纳的数量 移民部长米勒希望限制留学生的数量 来解决加拿大的住房紧缺的问题 加拿大2022年有80万留学生 23年到增加到了90万 那么加拿大政府还将 还将会把留学生合法打工时间 从每个星期40小时改成20个小时 就赶人走 加拿大政府认为这项政策影响到加拿大人的工作权益 那么去年加拿大24岁以上 年轻人的失业率 同比增加了1% 11 只有亚洲电台报道 凤凰卫视资讯台将会取代 TVB的新闻频道进入香港免费电视市场 原来TVB有5个免费电视频道 其中包括24小时免费的新闻台 不过由于TVB长期亏损 那么去年12月份TVB决定 决定取消新闻台 那么新闻会放在综合频道里播放,一天放三档新闻节目 每档新闻节目的时长是20到30分钟 那么凤凰卫视将会承办TVB 还给政府的免费电视频道 播放凤凰卫视资讯台 那么开播日期还没有确定 凤凰卫视资讯台01年创立 是以普通话广播的24小时新闻频道 那么以往在香港只能在收费电视或者是通过卫星电视收看 凤凰卫视现在的管理层都来自中国大陆 那么上海市政府 这个新闻办前主任叫徐薇 是凤凰卫视的主席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 孙玉胜 是首席执行官CEO和总编辑 那么凤凰卫视的持股人分别是央企叫紫金文化 和这个赌王的女儿何超琼的 信德集团 这两个股东 那么在凤凰卫视取代TVB新闻频道之后 香港15个免费电视频道只有奇妙电视 有新闻台 那么香港电台将会转播中央电视台的一套 和CGTN其实也就 也就是中央台的节目 香港金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指出 凤凰卫视有官方背景 是官方控制的传播平台 他们使用凤凰香港的免费电视频道 说明中国政府正在香港传播他的主旋律 讲中国故事 那么现在香港的电视新闻已经没有实质的竞争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发生正在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12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重庆的 叫有阳线网络作家刘尔木去年12月底 被警察行政拘留15天 原因是 他准备公开宣誓效忠中华民国政府 刘尔木是2016年因为网上发表文章抗议成都雾霾严重 被警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传唤 那么2021年刘尔木和邮局的职员争执发生肢体冲突 警察对他进行行政诉讼 法院判他拘留15天缓期执行 刘尔木批评法官不公 在抖音发视频批评法官 然后又被行政拘留了10天 去年8月刘尔木发现视频说他如果在 他发一个视频 这个上传一个视频 说他如果再受到不公对待 他会宣布效忠中华民国政府 那么安全部门多次找他谈话 要他不要搞事 刘尔木说 他一直向往中华民国的自由法治公平的政治体制 他在中国受到迫害 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大陆所以计划效忠中华民国 那么去年12月30号 刘尔木在 尤阳县上 尤阳县城被公安带走 目前在行政拘留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要文简报 我们来讲讲 讲讲移民吧 讲讲移民很久没谈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个差不多算是个永恒的话题 我为什么今天想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个帖子 是讲移民的帖子 我觉得这个帖子写得太好了 这帖子 把我过去在节目当中零零星星的讲的很多观点 一次性一股脑全讲完了 所以非常的好这个帖子写得太好了 所以我是正好今天没有特别想讲的题目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这个帖子我们来讲讲移民 移民从哪开始讲呢 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经常谈到移民的问题 那么最常见的 移民的困难 就说 当你想到移民的时候但是你会有遇到一些问题 第1个困难就是没有很多钱 很多人说他自己不够钱不够 那么没有很多钱这第1个第2个 父母年纪大了 这是第2个说的最多的困难问题 影响他移民的问题 第3个是家里人反对 或者是家里人不支持 或者家里人 不理解 第3第4 不知道去了那边之后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这是大部分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第5个那就是自己也好孩子也好或者家人也好 能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6个 很多人不讲 但是很多人会这么想 是自己会不会变成二等公民 这是 这是 讲不出来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语言障碍,语言障碍也是一个 最受关注的议题 那么我讲一下 我们 我在香港,香港其实经历过两次 大规模的移民潮 香港移民 香港所以香港 香港人移民是一个不陌生的事态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就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香港 八十年代主要是 中英联合声明1000 香港要回归 然后就发生了,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次 当然八十年代移民潮 移民潮那个时候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那次的移民潮并不特别大 第2次移民潮就九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回归之前 那么九十年代回归之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香港 那个移民的规模就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香港移民最多的地方就是加拿大的多伦多 那那个时候多伦多已经有30万香港移民 所以 香港移民是一个 移民在香港 香港的社区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事件 那么我来讲讲这个帖子吧,这个帖子写得太好了,跟大家 分享一下 作者叫绝代双交 我知道这是个笔名,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名字是什么,所以我就 我就还是 给他一个credit 就是绝代双交 他文章是这样的,他说 2018年这个点位上 上海人的自我感觉普遍是极其良好 聊起移民 上海人会觉得 人生失败去日本 人生保底有泰国 那赢家呢,人生赢家呢,人生赢家自然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 那才是真牛逼 其次是北美或者是英联邦 那么应该说去德国会有点被上海人看不起 因为去德国留学不用钱 都是穷人去的 而且还要学德语,简直是叉叉 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不是卷 而是自信爆棚 那这个现象 绝对不是上海独有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都有这个倾向 那么只是表达风格有所差异 感觉北京更厉害 你在北京走进星巴克都在聊风头 就算不聊风头 那么说起话来都好像每个人认知几个关键人脉 只要理顺这些人脉 那么人生即便不是财富自由也会很快有第一桶金的样子 那么作者说我因为一些原因 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他说微博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微博很重要 他像一个零八截 秋江水寒压先知 他说我觉得我要早点行动 他说我也不觉得在国内混得好才是最好 虽然很多上海人不加思索的这么坚信 在我眼里人生的金标准 黄金的标准 是自己自在快乐 他说国内真不是 别的不说 不确定性就决定了 所谓的自在快乐并不存在 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在不断的增加 他说当时身边有很多上海人就有润的念头 但是也只是淡淡的想法 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觉得至少还要在国内把钱赚够了 然后体体面面的出发才是硬道理 那么现在 其中很多人已经毁 毁的肠子都轻了 毁成了长青树 那么北美英联邦当然好 那我完全认同 但这个好是带有很多 诸多微经纠偏的一般而言 在个体层面 因为 高度的因人而异也不确定 那么未经纠偏是什么呢 他这么说他说 假如你不分析自身的特点 和现状 你不真正的向内心求索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 把你的投资回报变差 很容易有说不出的苦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他说过去五年 我身边去美国的朋友 有成功的 有不成功的 成功的 符合调整因素 不成功的呢 就无视这个因素 贸然前往 加拿大的情况也一样 不成功的明显更多 为什么因为痛苦 去加拿大 痛苦的有三个关键点 第1 生活成本 远远比想象高 第2 收入 收入体面的好工作很难找到 第2第3 冬季漫长苦寒 难熬 这三个 三个观点点 他说2022年的春天之后的上海 大家知道2022年春天之后的上海是什么吗 就是封城之后啊 一度简直是百花其润 不是百花其放是百花其润 他无视细节因素而失败的 无一例外有这些共同点 第1 无视 或者是低估越来越高涨的润北美 或者英联邦的基础成本 第2 知道成本 却低估了就业难度 低估了不同土壤存在的不同卷法 他说异国他乡也许没有中国的卷 但并不等于 没有中国没有的卷法 就是有 其他不同于中国的卷法 第3 对自己认知严重不足 包括对于自己的年龄能力 和适应能力的误判 第4 无法独立收集信息 独立思考 独立研判 容易受到周边的影响 那么第5 这一点尤其上海人特别多 说什么 觉得北美 英联邦才有面子 大家都往那边钻 自己不往那边钻似乎就穷途陌路 那么至于为什么别人钻 自己也必须钻 自己和别人一样吗 不思考 他说另外一些人就是懒 觉得北美英联邦只要讲英语就行,不用再学另外一门语言 殊不知呢 只要讲英语和英语能讲好 水平足够用完全是两回事 某些情况下 难度,英语的难度可能超过了再学一门语言 而且只讲英语可能意味着 更高的准入成本 更严重的千军万马独木桥 就好像新加坡只讲中文 但他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价格标签 就是你其他地方 你肯定要付出代价 所以这些问题 不是应该考虑 而是必须仔细考虑 还有一些人很容易莫名其妙的形成刻板印象 比如说对于日本 觉得日本人坏 或者觉得日本人虚伪 不可能交往 也不可能融合 殊不知这种刻板印象 会让很多人 错过 日本横盘30年之后越来越显 显现的这种机会 比如说对于泰国 很多人觉得很低级,很低三世界 殊不知 泰国生活体验 可以有极高的性价比 甚至无可替代 所以综上所述 究其本质就是一个 论之前 没有真正的问自己 到底要什么 适合要什么 能要什么 说到底 就是对自己不了解 或者懒得了解自己 希望依赖别人的路径 完成自己的需要 这样的论其实有相当大的风险 大多数人出国之后发现 原来 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特立独行 就是独有的 别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你是不一样 然后文章还说,说起论呢 其实大部分人缺乏底层思维 什么叫底层思维就是 到底为何而论 他说在推特上经常看到 有些长篇累读的讨论 行而上 行而上的说法 文明、民主、自由、人权 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在那片土地上 你每一天的真切感受 每一天的体验 每一天的喜怒哀乐 文章 文明 民主 自由 人权固然极其重要 这是必需品 必要条件 这是必要条件 但是这个必要条件 并不那么难以实现 基本上绝大多数普通人 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说 你润去的土地 能够让你免于恐惧 能够言论自由 信息自由 坦然的伸张权益 依靠法律保护自己 就合格了 按照2023年最新版本的 世界民主国家排名 你如果生活在挪威 民主排名最顶端 那你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就算你生活在捷克 你的生活一点也不差 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挺起胸膛来活着 你每天活得是否自在 你的体验是否充实舒适 仅有一次的人生是否能够足够快乐 这才是充分条件 这才是最 无可辩驳的经标准 所以呢很多人他说 很滑稽的是很多人似乎把事情活反了 在执拗什么执拗什么排名民主排名 在民主排名上较劲 简直无法理喻 文章说 冷暖自知 你只有自己知道你在这边土地上是否美好 是否自在 而且这件事情是高度的个体化 你的出生 你的家庭 你的成长背景 你的能力分布你的性格特点 你的价值取向 你甚至你的偏好 厌恶 人生际遇 他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会产生完全截然不同的结果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你越早 你越早期 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能要什么 如何取舍 你就越有机会 润到一个你心仪的土地 你润的地方未必是人间乐土 但是你要确保 你不要重复的掉到坑里 比如 你不会移民去委内瑞拉对吗 你润的地方要有一个一票否决的指标 那就是 那里的公权力 不会 会不会来搞你 会不会莫名其妙的来搞你 当然你打开民主指数 分数只要不低于6的国家 都很保险 那么接下来有样东西最重要 就是 润 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润后的人生 才是目标和重点 你要的是幸福快乐 至少 安宁平和 那么你就要向自己的内心求索 自我对话 反复的思考 我自己 到底要什么 你不把这个问题 讲清楚 你将来就会回到肠子发青 他说 在我看来 相对于世间的攀比喧嚣 一些纯粹的自我的东西 长远来看 反而是最重要的 你喜欢吃什么 你的性格张扬还是内向 你是 现冲还是自得其乐 你在乎什么 你什么东西无所谓 你的语言能力如何 你是不是爱好学习语言 你多大年纪 你多大年纪很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可以决定 决定很多事情的选择 那么作者把他自己的案例拿出来分析 我来讲讲他的案例 他说 2018年春天 开始认真考虑论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 哪有几个原因 第一 年龄已经38岁能力普通但有能力远程 那么有远程工作 看一下 有能力不用每天上下班 这是第1个 就他的实际情况 第2个他没有很多钱 所以你看 他也没很多钱 那第3个是特别东亚卫 他曾经在德国经历过两个星期的便秘 所以有心理障碍 第4呢就是他能讲不错的日语 这是第4第5 他可以 他可以在垃圾堆边露宿 必要的时候一个星期不洗澡也能接受 但绝不能够忍受肮脏的厕所特别是肮脏的马桶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喜好 第5特别在意医疗水准 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医疗的体验 所以综上所述 他就毫不犹豫了首选了日本 德国是次选 那么当然他德国次选是有点犹豫的因为 他对德国的饮食有点不大接受 医疗还行 风景如画 厕所在欧洲也是最干净的 他说我能讲德语但是流离程度不如日语 单词量就够 他说只要一头扎到那里最多半年流离没问题 所以他的语言还是很强 他语言是我吃饱了没事干都愿意学习的 重要娱乐 那么必要条件满足之后 民主自由人权 反而是最后考虑的 必要条件不满足绝对不行 一旦满足了那么这些东西和幸福生活本身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他说我对政治非常没兴趣 非常不信任 觉得这个check and balance 怎么都不够 所以 有私信来问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润的目的地 他说我每次都是那句话 第一 满足必要条件 第二 询问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最本能的需求 吃喝拉撒其实很重要 千万不要被世间的喧闹 别人的目光淹没了你自身最真切的声音 移民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有一次机会 那么多数人难以做到 来了不爽就二次移民 所以你要千万要看准了 否则你很容易就慢慢的就有了违和感 没必要 他说人生唯一的金标准 只有一个 开心自在每一天 你要是做到了 这辈子你就是自己的王 不要搞到最后把手段完成了目标 把手段完成了目标可以迷醉自己一段时间 但时不时你会醒来一下 醒来的时候呢就会很空虚 很幻灭 他这话说得很 你没经历过的人没办法理解 这个是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把这篇绝代双交的帖子分享给大家 我讲讲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两点 第一点 要诚实 要对自己诚实 就是 喜欢 或者不喜欢 你都要诚实 诚实是你做出正确决定的 最基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 在你出发之前 在你选择之前 你要倾听自己的声音 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 这是第1条 第2条 我觉得不能偷懒 就是说你真的想论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就要非常的勤奋去做些准备 包括资讯上的包括各种各样 包括他说的那个我觉得很有道理 把自己一些刻板的 刻板的印象 抛弃 怎么抛弃你要看 你要获取更多真实的资讯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一个 就是要 诚实的对待自己 第2个 不能偷懒 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偷懒的问题 偷懒的问题更多 就是 偷懒我并不是说不愿意做事情,他只是说 依赖其他人的路径 依赖其他人的路径 是 最普遍的一种 问题,这种问题其实 就是 最终导致你移民失败 核心的问题 就是你 路径依赖,依赖别人的路径 大部分的失败来自于这个 好吧,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我就抛砖引玉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观点 特别是在海外 那么有北美,有欧洲,有日本,有这个其他地方,甚至有香港 大家来分享,甚至有台湾 想分享一下你们在 当地的移民的经历 移民的感受 有什么经验教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在这里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视频下方有链接 那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第二个 有音频 不愿意看广告的网友,或者是开车听节目的网友 都可以订我们的Patreon服务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我们很难得 来聊一个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这个叫什么政治性的议题 观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整体是以自己的百姓的福祉 为首先考虑 而不是想着怎么样修高楼造航母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值得留下来 在那里生活的,OK 情绪,看到台湾立法委员参选人苗博雅 选书后 还是步行卸票 看见人就鞠躬,有选票真的好 情况,今天部门有全员午餐 拿好东西就听后面两个印度人边吃边聊 大意好像是一个人前段时间 专门飞回印度给投了个票 说趁着习近平在位 让印度好好的发展 多抢资源 另外一个人附和 希望习近平能一直统治他们 进入西藏和成都 两个人喜笑言开 真心希望包子早点下台 好好一个中国给他折腾这个样子 观点,前几年一直内心充满矛盾 对移民顾问的可靠性一直存疑 那么这个国家的骗子太多 就连大陆的老外移民顾问也同样存在 可靠性的问题 一不小心损失了一百几十万 以目前的经济环境转都转不了回来 移民顾问 我觉得有两,移民顾问我觉得是一定要 很多人 很多人不相信他们 那当然 你可能要选,要认真的选择一下 那当然很多大部分的,大部分其实在大陆生活一个 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所有事情都不相信 但是相信中共的宣传 这个很搞笑啊 很搞笑啊 什么都怀疑 不怀疑 政府的政策 所以经常遇到的情况,你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我还是觉得你 好好的选择一个 你认为值得信任的移民顾问,然后你就相信他 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不相信他,然后你又要让他给你办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怎么能够办得成 你说呢 提问,香港司法和大陆互通 请问王老师,香港被通缉的人怎么办 国内马上执行吗 好像这件事情被否 被否掉了 这件事情被否掉了 其实是司法互助 司法互助,其实中国很多国家都有司法互助 跟你说的司法互通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情况,俄罗斯这边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除了各个共和国的首都 能见到警察以外,其他地方见不到 除了经济不好以外,其他地方多好 生活成本极低 压力小 生活节奏慢 情绪人在广东 丈夫不支持移民,学历低没有钱 但要谢谢王水的开导 也理解老公不愿意离开舒适圈的远想法 也不想家庭分离 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墙内 尽量的保守消费,不折腾 坐等中共倒台 OK 情况 2020年疫情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意气不辣 幡然醒悟 准备英语存款 成功拿到工签 感谢王老师和分享的和陪伴 恭喜你 谢谢 观点,当年在国外看到反腐反腐 以为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然后在2015年回国了 毕竟上有老下有小,男人责任,反正自己有钱 可以随便赚到钱 而且生活有叛头 笨头 想不到疫情打破了自己幻想的梦 虽然自己一直明白共产党做事没原则没底线 肠子都毁清了自己所做的决定 跟体制内的亲戚朋友 也逐渐的拉开了距离 感觉到他们的恐惧 和被洗脑之后的见解 觉得自己的意见成为他们眼中的异类 虽然他们眼中感觉到他们的压抑 观点,坐标泰国,去过日本 准备去美加旅行多积累经验 非常赞同文章的观点 多了解才是正确的,希望找到梦想的国度 观点 移民之后需要时间适应 有部分中国人习惯了国内过去几十年快速赚钱 轻而易举的买房就业的生活方式 所以完全不能忍受 是的,有很多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要改 要改 其实最核心的还是生活观念 生活观念要改 那么这是一个过程 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心态很重要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心态结果是不同的 你比如说 我来到美国最大的不习惯就是 大部分事情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但是我没有训练过 我都说过 我原来 我们之前有一个工具房 工具房里面 一工具房的工具 一屋子的工具 上一手业主留给我的 但是我都不会用 不会用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用过 我们从小没有这样的训练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事情你要学着开始干 慢慢的干 干着干着不就都会了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心态很重要 你看着一屋子的工具,你有压力,这是一回事 你看着一屋子工具,你觉得很欣喜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你去 尝试这种生活 我觉得 结果是不一样的 观点 观点 能否自我负责 是否移民后顺利成为当地人的必要条件 你不一定要成为当地人 这是中国人的错误观念 就是我要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非得打成一片 为什么 你要是在中国 你跟当地不打成一片,你就会被孤立 你要是被孤立你就死定了 你一定要合群 你一定要跟大家在一起 才行 这是不对的 这不一定是必须的 所以你可以看 很多中国人以我能不能融入主流社会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并不是这样 你可以不理他们 你想怎么过怎么过 这就是你到美国来或者到西方来生活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目的 就是 我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就是价值观 这就是价值观 所以 不必把你变成当地人 作为一种 非常重要的条件,不是的 但是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你怎么样去欣赏他们的生活 你怎么样去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得到你的乐趣 这也很有意义 为什么 那你跑这来干啥 你不是欣赏他们 你不是赞赏他们 你不是认认同他们 你跑这来干啥 对吗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待当地人,看待他们的生活 看待他们的观念,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历史传承 那我觉得 我原来在 在那个office的时候 我每天吃完午饭 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去散步 我就愿意在他们民居那散步走路 看别人的房子 一两百年的房子 那都是一两百年的房子 那在中国那都 这都不知道稀罕是什么样,但是 马路两边全是一两百年的房子 你看200年前 别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你看看他们的房子那么用心的去装饰他们 建他们的房子 我很高兴,我很愉快 我很欣赏那些 那些东西 这就是价值 这就是价值 能自我负责就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积极行动表达达成目标 包括抛弃指望别人的念头 包括提升搜索信息能力,这个很重要 你不会用搜索引擎 你不去搜索你想要的信息 你基本上是少了一条腿 包括承担失败的后果 坦然面对自己勇敢积极行动 情况在日本 生活26年的我 真的对厕所很看重,日本也是 日本婆婆不去中国,因为厕所OK 观点 移民真的很难 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也许会非常担忧恐惧 也不一定就敢迈出那义无反顾的一步 正因为无知无畏,才成就了 如今这样勇敢的人生 回顾这一路 其实遇到很多美好 感恩美国,一个包容 可以激励全世界受苦受难人类的地方 是的 真的,美国真的很伟大 就是 我也喜欢加拿大,我也很喜欢美国,两个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风格 虽然都是北美,但是不一样 加拿大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在加拿大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加拿大基本上移民友好 移民友好 移民友好度,加拿大跟澳大利亚是差不多的 美国反而没有 加拿大那么移民友好 当然美国也是很好 但当然还有程度的问题 情况,我可以讲流利的德语,不会西班牙语 但却跑去了西班牙,美食低物价 好的气候是吸引我的原因 西班牙的食物 不用懂得西班牙语 也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自在 有时候去学习一下当地语言 即便已经快60了,也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是这样 就不要把它变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 诉求 你比如说 如果你是要上班,要工作 那语言就很重要,它变成一个必要条件,比如说像我 我去香港 我去香港,我去当记者 那如果你不会广东话,你肯定当不了记者,因为你要采访 广东话对我来说变成就不是一种 兴趣爱好的问题 它是个谋生手段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变成 当然你会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会很有效率的做,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广东话 这就是效率,效率来自什么,来自压力 所以很多时候 你做不到的原因并不一定是能力的问题,可能是你在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强烈 观点,如果在国内 就不喜欢与人交往,不爱说话 学新的语言就比较慢,适应能力比较慢,比较弱 却没有一门可以不依靠语言或者是社交能力 就可以生存的技能 那么移民就会非常的辛苦 润对普通人来说是连根拔起 那种痛 是到了国外才会有体会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这样才可以让润以后的生活不纠结 希望润的朋友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说得非常好 就是这样 就是你真的要连根拔起 当然我也见过 就是很多 就是这些年,这些年移民的 移民的中国人 他差不多半个生子还在国内 就是 他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微信上 跟国内的人还是国内的人往来聊天话题 关注点 信息来源 都是从 微信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 精神家园还是在中国大陆 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而且我认为 新来的 很多是这种生活状态 就是 肉身在美国 但他的精神是在国内,这种人是很多的 很多的 那这种人会错过很多 美丽的风景 错过很多美丽的风景 情况,我是06年第1次去澳洲,了解了很多以后 研究生毕业就准备移民 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男友家里 坚决反对他和我结婚 从08年到12年,自己查了很多国家 包括澳洲,加拿大,新加坡 都没满足条件 想读书,自己和父母又没有经济能力 在工作中遇到机会 辗转移民了美国 期间也是反复打听 仔细研究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想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认清自己的能力 王老师说的要有愿景 非常重要 请问王老师怎么评价目前国内的反贪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你是要写论文吗 我们今天谈移民好不好 反贪 在中共 是手段 为什么 中国的贪污是结构性的 为什么讲结构性的 他跟西方出现的贪污的现象 不相同 中共独裁 什么叫独裁 就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叫独裁 贪污的原因,中共的贪污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权力不受监督 所以他是结构性的贪污 要解决中共的贪污的问题 并不是 成立一个反贪机构能解决的 中共要解决 独裁的问题才能解决贪污的问题 因为他的权力不受监督 他就要让他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才能解决中共贪污的问题 理解吗 这和经济发展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 不必然产生贪污 但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必然产生贪污 OK 情绪,喜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感谢,很受启发 OK 观点 人一辈子在世 最可怕的就是屈从于自己的认知 不敢面对不同的世界 不敢正视内心的恐惧 自己给自己圈定范围 自己把自己锁在既定的认知环境中 最终 自己奴役自己 这个好厉害 这个话说的 提问,很多国外很多人 都在用拼多多海外版TEMO 我也是了 国内生产空运过来 10天左右并不慢 价格不错,质量也可以 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很高吗 我买过 老实讲 质量很差 质量很差 你的问题是发展拼多多这种模式 算不算曲线就中国制造业 本地零售怎么预防和反制 我不知道怎么 本地零售怎么预防和反制 但是对制造业的帮助并不太大 你要知道 这个TEMO他产生的销售 和中国制造的产能 他的差距是巨大的,他解决不了那个产能 你要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他的制造业的产能 是解决全球需求的问题 TEMO 能卖多少,卖不了多少 所以 我不觉得他能 除非你有很多TEMO 类似的这种产品 但是不一定能成 不一定能成 情况,到日本马上一年 体会最深的是日本社会的良心和底线 久违的放心 还有 在国内是受益者 因为价值观来到这里 也体会到 特权在这片土地的无效 事先有了解 但体会到感受还是不同 在日本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尊重 也给我深深的教育 很多地方经常感到惭愧 喜欢这片让人尊重的土地 这个高度自律的民族 是的 这个A型学的民族 提问,很想看王老师日常生活的vlog 请问王老师能够开vlog频道吗 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排 因为 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因为我有两档节目 两档节目,我中间大概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休息 其他的时间我都坐在这里 所以vlog 我很想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 我的想法,我想写作,我想阅读 我想出去走走 我也想拍我的vlog,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现在不敢想这些 等我们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有更多的手段 慢慢的有更多的团队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不好 现在 现在不敢想 情况,经经济天天查环保 动不动就限产 停产限产 把企业搞得积选不灵 那么有的企业一个月只能开三天,开几天 经济数据全靠造假 不知道这几 这经济增长率是怎么来的 算出来的 算出来 就是要达到这个结果,然后其他东西全部算 情况 拼多多内卷太严重了,加上退货条件 对消费者太有利 质量上升是可能的 避免退款 但亏本赚腰货是不可能有利制造业的 拼多多在我来看 基本上我认为是去产能 去产能的结果 为什么啊,就是 当需求下降 产能过剩 拼多多就因缘而生 拼多多上面的低价是怎么来的 去产能来的 就这家厂子基本上要倒闭了 仓库里还一仓库的货呢 拼多多就是从那仓库把货拿出来拿去卖 本来别人10块钱一样的东西,他卖两块钱,卖一块钱 否则怎么卖一块钱 如果正常的企业是不可能卖一块钱的 他卖10块钱 他才能够有利润 但事实上拼多多大量的 TEMO上面大量的产品,就是我刚才讲的 情绪抬上一分钟,抬下三个钟 王老师是高强度的工作 王老师不容易,每天坚持直播四五年了,感谢 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我会坚持 鸣谢 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杨大头,谢谢 谢谢 那还有什么吗 情况,我来讲一个这个 情况,我的情况可能没有太大的代表性 但我觉得现在的人生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性格 喜好形成的 我也跟文章作者一样,对外语很有兴趣 也学过德语和日语,学 德语 还比日语早 虽然比对德国有兴趣,但学德语会觉得有点吃力 日语真的几乎不怎么学 就很快上手 而且不觉得有厌倦 所以学日语一直是我的兴趣 虽然有些偶然,但我也在 我也到日本工作 得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父母很反对 但我觉得冥冥中 冥冥中有安排就来了 说得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